而且只要5块拼图的话肯定很好拼 从最大的拼图开始拼 然后放这里 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卡一个三角形 继续往里拼 必须这块小的三角形就可以擦拼放进来了 可是最后一块 虽然没有它的容身跟索了 又是拼图啊 这拼图看起来很简单啦 而这块拼图是三角形 一共有7块积木 这两块拼图双剑合并 放到三角形的最顶部 细形拼图放这里 这个长长的三角形 刚好可以填空放最下面 还有一块三角形放这里 这个地方放这块拼图太合适了 现在就成最后一块拼图咯 拼图成功 太简单了 我的拼图是正方形的 但是只要5块拼图的话肯定很好拼 从最大的拼图开始拼 然后放这里 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卡一个三角形 这个位置好像也能放三角形 塞不下去 那就算下一吧 放这里 细形形状的拼图把它放到这里面 就成最后一个图形咯 悠悠悠飞进去 完美 大功告成 太简单了 超挑战性啊 你们想多吗 这两块拼图的名字叫做 无中生有 真实的玩法是 把旁边两块小拼图 加入进去拼不出来的人 又美食着脑高峰 这个拼图都没有空间了 怎么卡进去啊 哎呀我看你才是无中生有吧 先把拼图全部拿出来 然后原有思路 这一次把本边三角形放最顶端 再来一个T形 然后藏了三角形就可以放这个位置了 这个角落太适合这一块拼图了 继续往里拼 必须这块小的三角形 就可以擦屏放进来了 可是最后一块 居然没有它的容身因素了 我就按照自己感觉来听了 先拼个T形 这里可以塞一个三角形 这一块大的位置 就可以放这个最大的拼图了 刚好 这里还剩个三角形的位置 嗯 好像有戏 T形可以放这里 哦 塞进去了 中间有个正方形的小广公 我们试试能不能塞进去 啊 塞进去了 我居然完成了 已经这方形满满当当的 这个小拼图是怎么挤进去的 它是个脑子呀 我看你是靠运气吧 还好意思说我的 你拼都没拼出来 粉边三角形还是放这个变形 我相信没错 长条的三角形靠边边 T形放这里 好像不太合适 还是放一块长条的三角形吧 我这样放合适 刚好把空填满 这块T形这样放不太合适 这样放合适 这个位置塞不下去呀 我只能把它放这个位置 反过来 合适 那好留的三角形空隙 就是这块拼图吗 行不行 可以放进去 还是最后一块长形三角形呢 胜败再次一局 哇 真的成功了 被我放进去了 我已经拼成功了 你喝啥喝 我已经拼成功了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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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lling